纳林塔秦长城遗址 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 一经霍洛奇的纳林陶海镇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行不应该只是到此一游的打卡文化 了解旅行中每一个地方的历史背景 可以让我们对中华文明古国的历史发展有更深刻的感悟 根据历史记载 纳林塔秦长城是公元前255年到251年战国时期 秦国灭了义曲戎国后 为抵御匈奴侵扰而铸建的长城中的一段 这段长城南起陕西神木县 经此向北道准阁而起 全长40余公里 因该段长城 大都为秦昭湘王时期所铸建 故史学界称之为秦昭湘王长城 算起来 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 这里的自然环境恶劣 多为黄土荒漠 也正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 纳林塔秦长城遗址 才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向后人展示了古代工程的伟大与壮丽 我们用无人机从空中俯瞰下去 在这片古老的黄土藏盲大地中 这段鄂尔多斯最古老的长城遗址 随着地形高低起步 一路延伸渐行渐远 犹如一道历史的脉络 在历经沧海变迁过程的同时 也在静静地向每个时代 不断诉说过往的辉煌与沧桑 总长度约2000多公里等 战国秦长城主要分布在甘肃 宁夏 陕西 内蒙古等地区 其中的俄尔多斯段战国秦长城 是从陕西省榆林市的福古县 由南向北进入一京霍洛齐 向北京过准格尔齐 再向东北京达拉特齐后 最后向西指域东盛区 那林陶亥镇三界塔村 是一京霍洛齐 战国秦长城南端齐野 这是一段用自然石片 累住而成的长城 其中的那林塔段 是如今一京霍洛齐 乃至俄尔多斯市 保存最完整最壮观 而且最具观赏性的战国秦长城段落 这是一段在中华古国历史上 见证了战争与和平 具有重要历史战略地位的古长城 2001年6月 那林塔秦长城遗址 被国务院列为了第五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